就因為受了米干擾 我用電郵錯 我經常來按人家隔離零器 我在用著電郵器 我叫你說不要來查我 又來查我 叫我給我 你給他用 有什麼道理啊 那你不要能給我呢 那你做料啊 我說你要怎樣跟我解釋 我做你的示範要怎麼解釋 就因為受了米干擾 我用電郵錯 潮山櫃台前 頭戴鴨舌帽的先生 不斷對著電源理論 我在用著電郵器 我叫你說不要來查我 又來查我 叫我說我請給他用 那什麼道理啊 那你只要的給我們 你跟你做料啊 我說你你要怎樣跟我解釋 我做你的示範要怎麼解釋 電源無奈一邊被罵 一邊處理手邊動作 原來男子火氣會這麼大 網友PO文說 疑似是因為13號到超商列印 佔用印表機一個多小時 電源提醒後面還有其他人 等著使用 沒想到這些話 讓他火都上來了 電源後續安撫 但男子還是無法接受 使用者付費啊 就是有印其實就是要付錢 不管印對印錯 喝個水喝個水 對啊 然後未來那幾塊錢 我幫你付啊 我幫你付啊 我們實際詢問其他的超商電源 正常來說印錯確實要自行吸收 如果遇到民眾使用印表機時間比較久 會稍微關心一下 大部分的民眾也都可以接受 對此超商呼籲 民眾要理性消費 只是如果來到門市 真的想自己印基本流程 怎麼做 印紙本 首先必須告知電源 讓電源開啟印表機寄費 如果是紙本附印 跟一般的流程一樣 選擇大小 單雙面還有顏色 想印線上文件 得先將文件下載再上傳到雲端 拿著QR Code到事務機操作 價錢一樣是黑白3塊 彩色10塊 印雙面不用加費用 沒好回憶想印下來留存 一樣得先將照片上傳雲端 到事務機操作 一張是6塊錢 超商功能多元 不想再印錯釀糾紛 這幾招可得好好學起來 舉個新聞 中英文品節台北超報道